你不要哭 我一直想哭 哈囉滴妹 我是阿滴 我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覺得哥哥很帥 整個年輕起來了呢 我的哥哥 不是宅男的意思啦 原本是宅男的意思 都帥 妹妹的話 我覺得 一直都這麼漂亮 謝謝 他一直來就是我小跟班 所以很常我做什麼他就會跟著做什麼 的確他還是會有低潮的時候 還是會有難過的時候 就是當他有這些狀況的時候 我就會就陪他 然後讓他有一個去空 他就是很多時候其實會說 你其實很棒 對 然後說 你不要哭他 你不要哭他 突然有點想哭 就是感覺 因為他是真的是狀況 小事的話 我們就理性分析說 你可以進步的是哪一些 那這些地方你的確沒有做得夠好 那我們就進步 下次就不會看到這樣眼淚 對 如果是大事的話 那你還講這些理性的東西 其實不會幫助他的狀況 所以我會選擇 就是接受他的情緒之後 然後給他正面的鼓勵 所以會變得比較偏感情 從小到大這個成長的過程 我覺得哥哥算是陪伴我最久 然後最親密的家人 所以我會覺得 在人生的各種階段 都是哥哥會一同跟我 在同一個地方 在2020真的希望可以 找到一個工作跟朋友的平坦 我們兩個都是 那希望呢 2020年 都會是充滿希望跟團 這一次也是想要透過 就是就是啦啦隊 帶你們一起 然後告訴大家 其實 這個是我的啦啦隊 但是我們也是大家的啦啦隊 然後也謝謝大家 是我們的啦啦隊 很會解喔 錯了我都不用講話了 很好 當然很好